春节将至返乡族人大批涌入 为了维护道路安全品质 来向国所召开道清专案会议 邀请民意代表跟警察机关 沿山环岛公路两旁测量 占据道路的问题 相公所表示 2月1号期将配合警察同仁 把道路两旁位移走的车辆 在贴上黄丹的48小时后 进行脱掉清理作业 不过有族人表示 无车牌就要抢制 而有车牌应先劝导 才不会有怨声 就是要分两种手段 一个是强制的 一个是通融的 就是沟通的这个部分 辅导的 这个双管旗下 双赢这个为主 这个地方才不会有什么怨声 进入部落道路 可以看见两旁都停满车辆 部分车辆甚至长期停放 路边停车处的妨碍视线 也造成大型汇车困难 蓝与相公所表示 为了大家安全 希望车主赶紧移开 违规停放的车辆 维护道路行车安全 原期新闻小门 也打算台东蓝与采访报导